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说说万科 万科的事儿呢,有些天了 对于万科的债券的连续下跌 引起市场很大的忧虑 而且万科的话呢 我们可以注意他还在出售 他的优质资产给深圳地铁公司 对吧,申铁 当年申铁入主万科 抵御野蛮人 对吧,野蛮人 姚老板是把所有的土地投进来 投进来以后呢 人家呢,再卖出去 进来的是投资啊 卖出去的那些什么 这里头呢,进来的这个估值 投出去的东西 其实现在就没什么人说了 而且呢,姚老板最近呢 这个新闻也比较多 有人说他被拘了 但是后来呢,又说好像没有被拘 他只是说呢,在这儿调查 他连下的确实没有什么财产 因为你要说他当老赖要拘他 但是他有财产拘不执行 你可以拘他 他要是说没财产 他执行不了呢 你只能作为失信人 你不能说他拘不执行 拘大啊 这里头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情况呢 很大的变化 包括呢,浓眉大眼的这个万科 你可以注意啊 他的这卷大跌 而且呢,万科呢 是一直啊 他对于这个财务 有的时候反应还是挺快的 你像前边有一些房地产呢 这个流动性压力大的时候 是万科都是率先降价 率先卖房 率先想着活下来 现在呢 我们可以注意的话呢 万科的债券跌的还不是特别多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前面我们分享过 金帝也是挺著名的一个房地产公司了 不小了 金帝的债券呢 一百块钱的票面的价值啊 跌到二十几块钱 对吧 一百块钱 到时候要还本付息的话 他得按成一百块钱还的 你想对他是个什么概念 但是万科再怎么跌呢 那还七八十嘛 什么的 但是啊 如果大家要知道 万科的债券两三年前的时候我们说过 包括我的梳吏还在时候说的 那个万科的债券利率很低的 当时万科的债券的中标利率不到百分之二 你要知道咱那现在房贷降了多少了 在百分之三点好几呢 然后万科的那个债券的市场风抢的不到百分之二的收益率 然后现在呢不跌嘛 你一下子的话呢跌的很厉害 那你收益率不就上来了吗 而且大家都是觉得什么 为什么会跌呢 大家就说你这个万科有几个层面 就是说你第一呢 是你万科能不能还这个钱 当然这个万科还钱的事啊 其实我不是特别担心 万科还钱的事呢 我们可以啊 因为是什么 看看各个部门都开会了 我们也看看呢 这个相关的报道 据台联社11月7日电 四部委召开了房企融资座谈会 了解房地产行业资金状况和企业融资需求 万科保利龙虎等 残会 罪者阿重多家房企获习 7月下午人民银行住监部金融监管总局 证监会联合召集 数家房企座谈 了解企业资金状况和企业融资需求 举席参会企业 包括万科保利 华润中海龙虎和金地等 看见了吗 参会的就我前面说的 那金地债券跌到二十几块了啊 当然这个会议开呢 其实可以看金地债券又涨了点 所以这联动对吧 跌到二十几块的时候 是觉得你还不起 你像万科债券呢 你要有的时候跌到七八十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市场上资金仅 你的资金仅啊 代表那个银行贷款利率低啊 银行贷款利率呢 代表的是无风险利率 债券啊 什么股票啊 代表的是个风险利率 实际上有很多企业的话呢 我当时钱多的时候 我买了债券 现在我钱紧的时候 银行不带给我钱 怎么办呢 我只能抛售债券 但我抛售债券的时候 市场上钱不够多 所以的话呢 市场就没人买 我只能低价卖 如果大家要注意一下 债券的流动性很低 它不像股票 它在流动性很低的时候的话呢 你要想快速的变现去 拍户售借钱就要很低了 人家买的话是要牟利的 现在流动性高的 只有国债流动性比较高 而且国债的流动性高 同时它还有一些金融衍生品 而且国家要发行国债 当然大理支持了 国债也可以是银行呢 做各种和央行工具 互相操作的重要的资产 你要这么看啊 所以万科现在的问题啊 它的债券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主要还不是万科的问题 十二是债券市场 资金过于紧张的问题 对于万科的话呢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出 国家的一个政策状态来 就是说啊 你像恒大呀什么的 你可以倒万科的话呢 现在毕竟性国 而且呢万科如果再倒 引起危机的话 国家的整个的那个债券危机 债务危机 房地产危机 那就再发酵一轮 对于中国来讲 就是中国经济来讲 没有好处 所以国家的话呢 肯定是不能让它破了的 就这么简单 如果万科都在破了 那下面呢 你整个债市基本都破了 所以国家它是要保的 在国家要保的状态下呢 你当然可能会有一些 余力性的资金了 有机会的话 我们付费的栏目在讲 那些网红基金在干什么 咱们公开的讲呢 就是说它的万科的状态 肯定是它资金很紧张 如果万科资金不紧张的话 这种事它自己赎回了 你想我从银行带了款 我银行带了款 百分之三点几 然后呢 七八十块钱把我的债券买回来 因为我到期的时候 可以要还一百加利息呢 你想这是很赚钱的事 知道吧 我如果账上有钱 账上什么的 它绝对不会低那么多 肯定是万科自己也很紧张啊 万科账上没钱 万科的一些原来补贴的物业 现在物业不是说 有些也得找业主要钱了吧 对吧 所以万科可先是他自己的财务 是紧张的是肯定的 就是我的这个房企啊 我未必会倒 但是我的呢 财务非常紧张 我的那个财务压力很大 然后国家呢 也不会让你倒 会给你那什么 但是呢 国家是怎么给 当然也有故事 对吧 但是国家的 你要说这次座谈的 这几个房企在倒了 你想想中国的 它整个的房地产业怎么办 现在啊 房地产业的话 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开始有些人啊 比较正确的认识了 不像说原来呢 一说都是什么妖魔 叶狐 赫姆德全杂烂 你砸烂个试试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市场的话呢 会涨回来 但是也表明了 现在这个市场的 资金流动性非常紧张 你别看呢 中国啊 那个降低利率干什么的 我们就说了 降低利率 它对于金融市场的 实际刺激率 作用越来越少 能带钱的 有钱的不敢放 同时的话呢 你要想多带钱的话 货币乘数很难上 因为你这个降准的效率 会极大的降低 我们前面是节目说过的 因为你银行 要受到你贷款规模 受到的限制 你不光是你一个 准备金率的问题 还有巴塞尔协议呢 巴塞尔协议的那个资本 充足率要求8%呢 你现在你看准备金率是多少 你这两个是互相比的一个关系 所以整体的资金面的紧张 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 10月末银行拆借利率爆表 对吧 一下子碰到了50% 银行间拆借利率都可以 一下子爆表 意味着整个的那个债市啊 这些市场的资金非常紧啊 所以它下跌的时候呢 这要是聪明的资金 它未必觉得你万科是还不起 但是的话呢 在现在的市场里头资金太紧了 所以呢 它的收益率也是要提高的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